《华晨鱼》演绎毅然一爆炸,只想为这个无法复刻的现场留下一滴泪。 请我迷人,还请我热情透慎。似我盛放,还似我缺氧乖张。 有我美丽,还有我贪恋著迷。愿我百岁无忧,还愿我涂有泪流。 当《华晨鱼》一袭黑衣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,我是以一个完全路人的角度去期待住这场表演的。 因为这首毅然一爆炸太过熟悉,不但听过无数次成立的版本。 《天籁之战》上华晨鱼的惊艳演绎更是让我记忆深刻。 面对著如此耳熟能详的歌,只有真正跳脱出来,用心去感受本场歌手表达的情绪,才能客观地做出评价。 毕竟,今时不同往日,此作者尚梦迪已魂归天堂。 这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,而是一段真挚清心的道词。 这不是表演。是真挚的道词。 在说出我的感受之前,想先罗嗦两句。 娱乐圈似乎习惯了用炒作当明星打开知名度,所以理所当然的,一旦一个人突然火了,关注的人多了,夸的人多了。 莫名的炒作理论便跟住来了。 不关注事实真相,反正你活了,就是故意炒的。 哪儿来的歪理?用他人的离世去炒作?说这些话的时候,不会觉得心痛吗? 临时改革这件事,已经众所周知。 关于偷懒、炒作这种煽风点火的用词也不想多做解释。 我只想说,华晨鱼已经用心改编了一首很好听的情歌《忘了它》。 现场彩排的时候唱哭了很多人。 而这首情歌也完完全全可以改变有些人对他只会唱rap,只会唱高音,只会唱然歌的偏见。 但是,为了致敬死作者,他把一首已经准备得好好的,对他好处多多的歌,就这样放弃了。 时间紧,根本来不及做更多的创新,甚至做编曲上的太大改动,有人会说这首歌演绎的没有突破,因为只是拿着原来的版本在炒冷饭。 他依然还是那个只会唱然歌的人。在此,只想喝喝为敬。 首先,从决定换歌到上台演出,时间少得可怜。 即便华晨宇能力超强,在《天籁之战》节目上经常24小时做整曲改编。 但是这一次,时间上的血态感。要知道,华晨宇也是人,不是神。 其次,本就是止境,没有必要做什么改动。 毫不掩饰地说,即便是同一首歌,即便在编曲上没有什么改动,华晨宇一样能演绎出不同的感觉你信吗? 最后,一首歌不是只用耳朵去听就够了,还要用眼睛去看,用心去感受。 华晨宇这一次现场演绎的毅然一爆炸相信很多人,看出了和原曲甚至和天籁版本不同的感觉。 为什么?因为他将另一种情绪融入了其中。 我们听过的华晨宇在《天籁之战》上演绎的版本,那是一种重生和释放,把原曲的那种过傲的感觉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这一次,很多人说听起来很压抑,有一种死气和悲伤感。我想说。 就这首歌来讲,是不该有如此浓重的悲伤色彩的。 华晨宇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悲和哀,其实和原曲的意境是有些相悲的。 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感觉?他到底想表达些什么?这个其实不用说,大家就应该懂了。 一如既往。开口贵。 他对歌曲的进入总会让人莫名的激动,瞬间被带入。歌词改了,早在意料之中。 。 毕竟里面的一些词句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是肯定不会让放出来的。 。 从小见大,从弱到强,感情的释放,迸发,都行云流水一般。 。 当花枪出现的时候还是一样美到惊艳。 但是莫名的,我的心是揪住的,我看不见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一定是有些扭曲的。 。 直到华晨宇的漂亮高音再次重现,握住脉架突然跪下的那一刻,我扭曲的情绪终于得到了解脱。 。 就是这一幕,已经成为了无法复刻的瞬间,无法复刻的纪念。 。 。 华晨宇把这首歌再次打上了属于自己的标志。 。 嘶吼住鬼道后,华晨宇以空洞的眼神摇晃住卖家。 此时此刻,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 。 随后,卖家上滑动的手,欲见专注和凄凉的眼神,最后泪流两次的释放和低下的头,这一曲到辞落幕了。 。 在歌曲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没有喝彩,没有鼓掌,只是为这无法复刻的现场留下了一滴泪。 。 亲爱的此作者。你,听见了吗? 你,听见了吗? 。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每个人对于歌曲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没有。必要去强迫其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,当然更没有必要多解释什么。 。 用华晨语的话来说,对于这次的作品,如果前几次是满分的话,这一次是超越满分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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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